甲板日誌 帶你一件事 同志的大小事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迪克 今天正集開始之前 我們要先帶大家去一個地方 那就是泰拉的新店烏桃 好的 我們現在先進外景 等一下再好好介紹它 我們今天出外景來到台中 好後悔邀請迪克 我必須要說你是第一個邀請 今天有參加這種活動的人耶 喔 真的嗎 平常沒有人邀請文聰 大天了沒有要邀請他了好不好 他是在小吃醋啦 但是他今天來 你有沒有發現為什麼沒有人邀請他 我好像有沒有發現 沒有啦 因為他剛剛就是為了表達 他覺得蛋糕很好吃 他就舔蛋糕 分享了很多蛋糕 分享了很多跟蛋糕有關的心愛的故事 沒錯 但我覺得就是幫助一些男同志朋友們 增加一些情趣 生活的浪漫 是吧 你就告訴大家如何把蛋糕 拿來吃以外的事情 Bone App Time 各位聽眾朋友們 好 反正anyway呢 就是開一間店很辛苦 沒事不要開 你要跟他分享一下店名 然後在哪裡 然後我現在在打廣告是不是 對對對 我們叫霧桐啦 就是用法文的Voot 那個拱門的意思 然後因為這間店有很多拱門這樣 但字有點難寫 一點點 蠻難寫 請恰恰吧日志 I don't care 但是很美 因為整個裝潢還會 因為字也很美 然後裝潢也很美 我就只在乎美 會不會以後不想再做陳列 我覺得還好 陳列還是我的興趣 我覺得這間店也算是把陳列發揮到一個極致 就是弄一個很美的空間 然後來讓我放我喜歡的東西這樣 那台中市的西區五泉西六階一百零四號這樣 就如果有來美術館附近的朋友 或是要去死地行程的人可以安排在附近這樣子 雖然是騎腳踏車或是騎機車很近啊 走路可能有點距離 對 但是就是小小的店這樣子 然後就是融合我自己蠻多喜歡的風格 所以就喜歡到他可以來玩 你跟大家分享這個是五泉區裡面最厲害的咖啡廳 我沒有這樣說 我說的 迪克說的 因為這邊好多店 真的好多 我逛了一圈 然後發現很多都是咖啡廳 但我發現這裡的裝潢跟這個高級感真的是絕無僅有 就是各有不同 但你最棒 很怕得罪人 我還好啊 沒有我是真的覺得各有不同 因為我們就是走不一樣的風格這樣子 但你是我心中第一名 I know Yeah 好啦謝謝你們來 謝謝腳板日誌 聽完的聽眾朋友們應該是聽不清楚 我們到底實際地人在哪裡啦 我們就為大家好好念一下他的地址 地址是在台中市西區五泉西 六街一百零四號 基本上你從台中高鐵站搭Uber過去才兩百多塊吧 還兩百三百 因為是別人付錢的 欸 然後呢 如果你是就是你可能就有一點點覺得這樣子有點貴的話 你可以搭火車到五泉站下車 這個固定週三公休五月一號到五月二十號是市營運 市營運期間是現場登記後衛 那之後呢就是請大家再follow他們的Instagram Vouton V-O-U-T-E 底線 W-O-O-T-O-N 就這樣啦 我們馬上正片開始囉 輕輕躺在我的左胸口 蹦蹦蹦蹦蹦 一顆心躁動 愛的衝擊一波 青春的歌斑駁的路 加班日誌都替你記住 愛的理事書 Oh my history is you 加班日誌單人是同志的大小師我是迪克 我是安迪 那上一集呢我們聊到了LGBTQIA Plus的朋友們走上街頭爭取自己的權益 沒錯 今天呢我們就是另外一場抗爭在網路空間裡頭 沒錯我們很常講一句流行廣告詞叫做 想像力是你的超能力 很多同志朋友們他們在現身或是跟別人談數 就是自己的興趣像之前 他可能會透過一些漫畫啊文學啊 或者自己的fantasy來去對自我做探索 對然後他會讓他的世界變得更繽紛 沒錯所以他們其實每一個人都有一個SSG的這種 你知道超能力的感覺 今天我們聊的是什麼 就是BL文化 那所以我們今天就要邀請到我們就是BL界婦女的巨播 巨播 太陡 是我們的講師來著 沒錯 讓我們歡迎YouTube頻道破十萬訂閱的輔射長Nikki 對 小鐘小鐘 聽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你們的輔射長Nikki 你一起 而且你其實是第一次錄podcast和廣播對不對 對我完全就是狀況外 然後面對這些就是設備超級生疏 沒關係 這個只是載體的不同 主要是你知識的含進量就可以撐過這一切 真的 他現在一直在狗犯明 因為其實你的輔寧很資深耶 對 就你從國小就有接觸到BL文化了 至今已經二十幾年了 對 oh my god 完全已經 完全 就是只能間接地把我的年齡給收出來了 你只有接觸十年了 十八歲 十八歲 十八歲那年入了坑 少女永遠都是十八歲 可以可以 這件事情我們要守住 那我們的輔寧呢 我個人是大概國中的時候入坑的 我也差不多 對然後這樣子算下來應該也是十歲 十年 十年了 算是接觸了蠻多的 那我覺得今天呢 我們可以先跟聽眾朋友們分享一下 為什麼我們兩個會入坑別的作品 我覺得主要是因為我以前沒有在看同志影視 然後你可能在電視上看到轉道的時候 也不好意思跟爸媽一起看 對 你突然看到刺青 然後看到 好像怪怪的對不對 然後或者是你去看斷貝山 你其實很好奇斷貝山在演什麼 可是爸媽在旁邊你就 對 你不能表現出一個你好好奇的感覺 所以我就變成說我只能在網路上找一些幻想空間 就找到了比爾文化 我就認識了世界一初戀跟純情羅曼史 Oh my gosh 直接投入進去 那兩部真的是神作 真的 它應該算是非常多就是輔圈的 不管是輔男或是輔女們之間 他們的算是啟蒙之作 通常入坑作品一般來講就是這兩部 對 這兩部真的很大眾耶 就好像大家都會看過 世界第一初戀的就是主題曲還被稱為就是BL界的國民 就是國歌 明天我想去見你嗎 對 對 對 其實BL界國歌了 真的 因為其實那首歌曲朗朗上口 對 而且很好推 對 畢竟其實我覺得輔的精神就是 除了輔眼看人機以外 還要把輔的文化宣傳給所有的朋友們知道 我發現輔圈的人都超級有熱情的 對 很樂於分享 對 很適合去競選 其實我們會那麼愛講話也是因為 就是你知道輔男的性質 然後你會想跟朋友分享說 天啊 這個真的很厲害 這個尺寸真的很大 而且我覺得他們探討了好多的內容 其實包含了橫跨年紀的愛戀 對 橫跨職業的愛戀 當然還有就是同性別的愛戀 所以我覺得這是我喜歡看BL的原因 那Andy呢 因為你有一些就是真人的影視作品 你會覺得他有點太真實了 而且你會覺得 在那個小時候的心情底下 好像沒有辦法去觸碰 那麼現實的議題 那身份認同 對 那你那個時候可能 自己還是會有些曖昧啊 有些糾結的情緒 那BL其實他比較多琢磨這種細微的情緒 而不是那種真實很殘忍的事件 所以我覺得對那個時候小朋友來講 是比較能夠接受 而且剛好是很有那種幻想空間跟悸動感 而且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那種感覺 就是我以前常常看一些 比較早期的單美作品來講的話 他們其實是有一點是結尾 是固定的班底 常常就是不得而終啊 或是就是兩個人沒有辦法公開啊 大家就會覺得說以前的作品好像 大致上都是以悲劇收藏 對 所以其實看到BL就有一種嶄新的世界 畢竟是粉紅泡泡吹好吹滿的空間 然後又可以看到滿滿的性愛 我本人是無肉不歡心的BL 攝取者 你也是吧 我覺得我以前是 但是現在已經還好 你現在可以看一些清水是不是 應該說我現在因為看太多了 當然如果尺度很大 或是器官很大的話 當然還是會以性上的角度去看 他剛剛在我開播前才拿一本書給我看 你們看這本沒有聖光 屌超大 史上很讚 我們先解釋聖光是什麼 聖光是BL圈的審查啦 就是你可能會怕你的作品 出版作品是太過於心三色的 然後你可能就會被限制 所以他會在性器官上 就是放上一個白白的光芒 高曝光 高曝光 然後那個性器官就不見了 運氣不好整頁都不見了 他還有分喔 有些是白條 然後也有是那種噴白漆 然後有些是 馬賽克 直接這樣亂畫 就是直接給你亂畫的 亂畫超爽的 對 超級不尊重我們想要看性器官 真的 我覺得好不開心喔 我就是看BL就是這樣 就是看性器官的結合啊 清淨畫好不好 真的 清淨抽抽又 清淨抽抽又 我們好武斷喔 剛剛是屬於肉派型的BL喔 你自己在觀賞這些 就是BL漫畫的時候 你自己會有哪些細節是愛看的 細節喔 我覺得這是取決於 每個人的喜好不一樣耶 像我自己來講的話 我一開始的話 就是看霸道總才行的 然後現在的話 就是喜歡看那種 就是對方也超級 一眼看不出來 他可能是零或是瘦的這個角色 但是其實實際上 他在網上的時候 就被直接壓著就是 夢 I know you 我猛幹 猛臭 大概就是這樣 我跟你說 其實我覺得這是BL的 這個世界觀的一些小轉變耶 因為我以前觀察到BL文化是比較偏 可能就是有個很強烈的功跟瘦的對比 對對對 然後最近近期就是功跟瘦對比 就有點慢慢的淡掉了 對 他會淡化那個 他的那個界線 對 其實BL圈的性別意識在進步耶 你看那個特別陽剛跟壯素的人 被壓著幹的 就這一本 特別爽 我看我看我看 你們現在要看這本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我們稍微看一下輔社長的推薦 這個這個 超級重重那種類型 你都說你不在意尺寸 我今天就是打開給你們看啊 我的 你每一個的兇器都藏到 蓋到肚臍耶 我就是要讓你們知道 我的真場有多多 很厲害耶 我要嚇你們 我覺得其實現在輔女圈的這個就是 表的觀察其實很精緻 對不對 我跟你講 細微然後還有知識等等的 我覺得都很讚 天啊 你有認識會畫的創作者嗎 有啊有啊有啊 你很好奇他們怎麼樣去認識到這些 性器官的研究 他們的素材去哪裡找的 推特嗎 我覺得要看耶 因為像日本老師 有些人他會畫一些就是 所謂的一百種的姿勢等等的 然後有些他也會說 這個可能怎麼樣才能刺激到 就是居典等等的 就是會非常細緻的教學 那你說器官的部分來講的話 有些人他會直接取材看GV啊等等的 我覺得那要看個人老師他們自己 願不願意去看啊 符女也懂G點嗎 哦懂啊 怎麼不 我不知道耶但是我懂啦 那你描述一下 G點是怎樣一個存在 我想聽聽看生理女描述一下 就是男性的G點 我插個話 我覺得生理女其實很厲害 如果是有認識符女圈 因為我的同事也是符女 是 他不只聽過我控設 看過我的推特片 同時呢 他也各種去涉略男生被幹的影片 然後說這東西真的太好看了 他非常喜歡再跟我分享回來 好 我會嚇到 但我想聽聽看我們Niggy怎麼說 我覺得符女來講 我不知道也分兩派 有一些他就是不大吃三次元的 然後像是我的話就是Range很廣 那因為我身邊也非常多 就是同志朋友們 所以我大概就知道 你說G點在哪裡是嗎 就是一個就是手指進來 然後帶在第二關節的這個地方 欸他比很多一號還懂耶 大家勾就可以勾到了吧 你要不要去裝個幻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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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得到 你做得到 你可以當總公 我跟你講我就是總公啊 我都跟我的粉絲說我是總公 不要看我這個臉 但是我是總公好不好 不好意思 好害怕 想要被開巴就找我 他現在坐我前面我有種 迎面逼來的壓迫感 他剛剛手指頭第二關節 在那邊彎動的時候 這是小穴違章 小穴違章 我有種被遠端操控的感覺 我也很可怕 怎麼會這樣 好快樂喔 我先跟大家解釋一下幻枝是什麼 幻枝就是在BL圈裡面 如果你是符女的話 你可能會幻想自己是公的話 你就想像自己有一根屌 是的 然後這根屌就會幹人這樣子 就像其實有時候 會有夢女的屬性 就你會把自己投射到BL的創作裡頭 然後認為自己是那個公或那個獸 我是獸 我是公 可以直接是開一個房間 有夢屬性的人真的超棒的 你知道嗎 就是你會看這個創作的時候 你會自己非常的幸福 而且很興奮 對 而且就是自己喜歡的配對 然後或是覺得 天啊這個可以讓我壓好爽喔 你有聽到我們今天對於BL的熱愛程度嗎 我們剛剛前面已經聊了 將近15分鐘過去了 我們第一題還沒有問 還沒有說第一題 我不知道 我們太愛BL了 其實講真的影響我跟安迪最深 就是BL的作品 而且我覺得BL的作品 也真的滿足到我們很多同志朋友們 對於親愛關係的想像 但我覺得聽眾朋友們可能會好奇說 那有數據顯示嗎 有辦法讓我們知道說 這東西真的能代表男同志圈嗎 所以今天呢 我們就有稍稍的做一個網路的小調查 大概調查大概500多位朋友們 對於BL的一些愛好程度這樣子 來了解一下 到底同志朋友跟BL有什麼樣的淵源 那我們一共調查了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對BL的接受度 分別討論二次元三次元 他們哪一個比較容易接受 第二個我們要探討 對於同志文化的認識 是透過怎樣的媒介載體 那我迪克來先跟他講第一題的數據好了 第一題的話就是我們提到關於說 大家二次元跟三次元哪一個可以接受嗎 有兩%非常稀少的朋友們 是完全無法接受BL的創作 所以無論是二次元跟三次元他們都不行 那另外一個就是有八成的朋友 可以接受三次元的BL創作 也就是影視創作 所以大部分的朋友們都是可以接受 就是三次元然後真人的CP這樣子 那這類型不能接受的朋友 他就說到說他很討厭有一些BL的劇情 他流於一些無腦或是相怨 或是可以預期的大談戀愛啊 走向一個美好的結局 對那他希望他內容可以呈現的像是 比如說昨日的美食等等的這種真人戲劇 他可以有一些真實的生活的情節在裡面 而不是一味的粉紅泡泡 或是走向美好的結局這樣 那也有人分享到說 他喜歡看BL的經驗是因為 他很喜歡純愛空間 對因為他可能現實生活中 並不能滿足他可以如願 跟喜歡的男生在一起的這種願望 所以他就會頓逃到BL的世界裡面 然後享受那個戀愛的感覺 或是他曾經已經感受過了 然後現在生活中沒有 回不去了 對回不去了 他必須要讓回去BL世界裡面 感受那一種純愛 其實你想要看純愛的也有 你想要看就是超級淫亂的也有 那當然也有真的很探討 甚至化成像LGBT的那樣子議題的 其實都很多 那你有辦法就是 推薦給一些我們這種朋友 就是說 其實現在BL的世界裡面 也有一些這種很貼近真實的情節 然後他也不是說那種很幻想的 強功強壽 跟一個很陽剛很陰柔的這種作品嗎 你說要讓他改觀是不是 對 改觀的話 可是我身邊超多同志朋友們 喜歡三十歲魔法師 三十歲魔法師要例外 對 你看你們都改口 那就是 他們啦 我不是他們 但我三十歲魔法師我超愛的 最近有一部BL的日劇 叫做美麗的他 我覺得還蠻適合推薦給這樣子類型的 聽眾朋友們 聽到了沒有 美麗的他趕快去搜尋一下 那再來是我們的第二題 第二題的話就是提到說 男同志朋友們第一次接觸同志文化的話 是透過哪一個媒介 數據顯示男同志朋友第一次接觸同志文化的比例當中 有四成是來自BL的作品 有三成是來自同志影視 有一成五是來自同志文學 其他例如遊行 報章雜誌 教友軟體等等 大概也涵蓋一成五的比例 對 那在過程中呢 其實有受訪者提到說 學校老師也會介紹到同志文化 但這個子題 我們會在之後的集數中提到 請大家敬請期待 那BL部分的話 我們就有朋友分享到說 他其實輔認同會早於同志認同的出現 因為可能maybe身邊的扶女朋友們就有推坑 扶女朋友們非常厲害 他甚至帶著男同志朋友們出櫃這樣子 然後我 以為佐助握著名人的分身 是真的去握住名人的分身 殊不知原來名人的分身 是下面的部分 可愛的分享 也是分身 也是分身 剛剛其實有一些很可愛的抽換詞面 而且不是只是香蕉或是茄子等等的 對啊 金雞啊 之類的 我的頻道來講的話 因為我們youtube都有那個 黃標的風險 所以我們很多都要替換一些就是 抽換詞面的 對像我就會說金雞獎 雞仔 就是講一些帶有名詞這樣 那Nikki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在扶女圈交流的時候 會用到的一些學術名詞嗎 我知道這些學術名詞包山包海 真的超多的 對所以你提供兩三個就是有趣的 或是大家可能會比較難猜到的一些學術名詞 我們今天來學習一下 其他有興趣的 大家就移駕到Nikki的頻道 他裡面就是會有很多的介紹 對沒有錯 我覺得應該是說你們可能比較不知道 或是不常聽到的嗎 你講看看 我們看看我們知不知道 這是來自社長的考驗 今天作為助教 到底夠不夠個站在他旁邊 我們就看現在了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好好好 OK 幼馴藍你們知道嗎 幼馴藍 等一下 我現在那幾個字我都不知道 幼是幼稚園 幼是馴服的馴 然後軟是軟缸的軟 Yes Good 所謂是甚麼意思 他應該是在講述 就是從小調教到大的 調教到大 不是 是青梅竹馬 有點竹馬竹馬的意思 從小就是一起長大 對對對 有點像搖跟那個 Free的搖跟真 他們就是屬於幼馴染的部分 對 你說再講一次幼稚園的幼 馴服的馴 馬步的那個馴 馴服的馴 對 然後軟缸的軟 對 好色詞喔 從幼年就開始馴服的一個 染指關係 是不是 你完全直接把他 中文化 對 各得0.5分 各得0.5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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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O 嗚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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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对对对 有点像是这样 但是ABO很厉害的是 因为它是第二个性别的意思 就是譬如说你的生理是男 但是你的第二性别是 Alpha或是Omega这样子 对所以譬如说Omega 它就有一个升职枪 然后它就可以受精 然后它就可以生Baby这样子 你有没有推荐一个 就是经典的ABO 就是给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 如果想去看可以看 我今天没有带来 但是我常常在我频道上面 有说就是 我觉得以日本的BO慢来讲的话 有一部作品就是 从算是它起源 然后第一本商业制 就是尊命命运之神 以前已经绝版了啦 它的话是有两对CP 然后都是直视 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封面 是长这样 我有看过 真的假的 这部非常好看 这部非常好看 我非常喜欢 对然后我就可以推荐大家 去看一下 因为它里面就有一个兽 它其实是Beta 那其实Beta来讲的话 就是在ABO这个世界来讲的话 可能它就是没有办法 像Omega这样子 有办法生小孩 那以他们这样子 贵族的角度来讲的话 它是希望 就是小宫可以去找 Omega就是在一起 因为他们才有命定伴侣 命定之人 那他也不是他的命定之人 但他们是 打破这个命定的关系 然后只是单纯喜欢你 然后就是要跟你在一起 不管信息数的吸引这样 然后哭了 这什么设定 好棒喔 对所以就是很多这种 我觉得很棒的设定 在ABO里面 ABO世界真的是一个 推翻性别分化的世界观 我觉得好有趣喔 它的流动感很厉害 我以前也有看过一个 我自己到现在觉得 还是很厉害的ABO作品 就是里面有什么水智 还是什么 狂野情人 对 狂野情人是ABO吗 对对 它不算是ABO 但是它是 它是不同的东西 对它就是有 有什么狼暴 它是什么熊 它有很多动物 然后还有猴类 猴类的那个 对 很神秘 很惊人的作品 狂野情人 是我 没有想到原来ABO可以走 这么的前卫的一个创作 对对对 那现在很早很早以前的作品了 而且还有推出OBA 就是动画的部分 对 所以很厉害 有办法再考一题吗 因为我觉得考试好有趣喔 可是我觉得如果要更难的话 也还有很多 像骨科 你们知道吗 骨科 骨科 骨科这个名词 放在BL的话 它是有特别含义的 你说去医院看骨科 对 就是那个骨科 我不知道耶 是指说它很骨感的意思吗 代表它要检查生殖器吗 没有 骨科 骨科它是一个设定 然后它在BL的世界当中的话 它是属于近亲关系 就是譬如说 哥哥弟弟这样子 近亲或是 舅舅跟 I know I know 状况 跟直子 或什么的 有一定的乱伦 对 它就会写骨科 排雷注意 就是因为有些人可能会 不喜欢 或是觉得 这个是它的雷点 对 那它可能就会 在前面就会写说 这有骨科的设定在里面 骨肉相间的科别 你又愿意在里面 一直给我名词解释 我怕大家不好记 OK 骨科 骨科 我觉得其实 辅女们很贴心的是 她们很尊重 每一个人的喜好 对 因为其比有的范围很广 有兽圈 就是你知道 就是兽人类的 对对对对对 人外 人外类 对对对对 然后像骨科 或者是说 可能年纪稍微稍大的 等等的 然后黑道类别的 所以她们能探讨的议题 内容 非常的多元 但她们都会尊重 每一个人的喜好 然后只会说 如果你不喜欢的话 那你就自己不要进来 对对对 我觉得这件事情 很厉害 就是 她们有一个不成文的 但是很尊重她的 而且群体 那个很自律的一个风气 对对对 那你有什么 就是要画地字圈 就是你画了这个地 然后我圈起来 这就是我喜欢的东西 那你如果要进来 你就是要喜欢 你不要的话 那就get out 这也是一个术语就对了 对 蒙地字圈 或是画地字圈 就是你蒙点这样子 对对对 好厉害 蒙地字圈 那你觉得 妇女的认同 对你的就是 整个生活啊 或是你后面的人生下来 有什么样的影响 或是一些价值观的调整吗 因为我觉得这东西 其实是 都会相辅相成 他都已经变工作了 他影响超大的 完全是一些价值观嘛 你说价值观嘛 对 我觉得应该是 因为我可能 很早就进府圈了 所以我大致上就会 好像是我跟着毕业 然后转变 然后每一个时间点 流行的东西不一样 或是推出的东西 然后设定的东西 又更多元化 我会觉得有一种 很骄傲或是感动的那种感觉 而且现在也 更多人会愿意 谈论这个议题 或是 可以比较 不会去顾虑别人的眼光 然后可以跟别人讲说 我喜欢看别人 还是什么的 然后 我觉得这都是一个转变 那对于我来讲的话 我就会觉得 这个算是影响 我很大的 感觉就是 我很开心 可以看到他 好像随着年龄成长 但是他接受都是 被更多人知道 或是更多人喜欢 我有一个好奇 应该说 我听过很多的 就是 辅女朋友 她会不晓得 如何跟自己的另一半说 她有这个兴趣 这我要分享一个故事 因为昨天在搭公车的时候 就遇到一个女生 她应该是辅女 因为她在讲电话 她就说 为什么我不能喜欢 我自己喜欢的东西 喜欢同性爱的聪明 有错吗 真的假的 这真的在我旁边 讲这段故事 然后我就看到她 她说为什么 别人不能接受 然后让她变得 有点难相处 然后让她有点不舒服 这样子 所以我就听到你这个故事 就想到说 天哪 我昨天正发生 一样的事情 这种辅女出轨 这件事情 对你自己而言 是容易的吗 在以前的时候 我觉得 我从来没有 鼓励或是觉得 就是辅女 一定要出轨 因为我觉得 你喜欢什么 其实那只是 一个兴趣而已 那你的兴趣 不需要任何人认同 但是我的确 也有收到一些 我的粉丝 我的粉丝叫小豆腐 那是一个名词 那小豆腐 其实也会跟我讲说 她有很要好的朋友 可是他们 觉得她很奇怪 然后 当然以我的角度 我都三十几岁 我就会跟她讲说 那你如果 跟她真的很要好 你很在乎她 那我觉得 你可以试着 就是解释 给她听听看 然后跟她讨论 你为什么会喜欢 然后你可以跟她分享 但是如果你要说 我 我是没有跟家人出轨 但是因为他们 看我的影片 也都会知道说 所以我其实 我觉得应该是说 我可以跟你们分享的是 我当初要以BL为题材 跟主题 成为我的频道 走向的时候 其实我是有点害怕 担心的 因为当时 其实在YouTube 圈来讲的话 其实没有人去 讨论这件事情 然后也没有公开的 去跟大家讲 这件事情 因为我感觉好像是 我拍了这影片 好像全世界人 都知道我的小秘密 但是别人好像 都没有损失 然后可是好像 我被发光了 我被看到了 的那种感觉 那后来我就 有一个朋友 就跟我讲说 就是他刚好 也是鼓励我 他算是我的 就是人家叫做什么 前辈 不是就是 挚友 反正他就是 我的一盏明灯 反正他就跟我讲说 他说世界上 一定有很多 像你这样子的人 只是没有人 去开这个头 他说那你 他说那你为什么 不试着讲讲看 然后那你一定会 鼓励到 很像你 这样子类型的女生 然后我就觉得说 好 那不然我就 来做做看 那我就 意外获得 蛮多人的回想 我才会一路 走到现在 对对对 这段过程 有没有听到 像同志的出柜 真的 原来 我刚刚听的时候 觉得好像 因为我知道 妇女其实在 现实生活中 是稍稍有些困难 我就觉得其实 妇女也是 跟我们同志圈 走很近的一群人 对 那我会想问的 就是说 因为刚刚讲说 同志出柜跟 妇女出柜 他这件事情 在现身上来讲 其实大家在社会上 都会有一点点的困难 对 那现身这件事情呢 同志每年 就是会有游行 或者他可以在一些酒吧 那对于就是 小豆腐们 或是妇男 妇女们 对于这种 有毕业爱好的人来讲 有没有每年 有一些活动 可以让他们聚集待机 或是一些场所 让他们可以互相交流 我觉得最好聚集在一起的话 也比较多的话 就是CWT 那每年呢 至少会有两次 就是暑假跟寒假各一次 那大致上来讲的话 CWT是最容易的 然后再来就是像动漫节 因为其实现在 BL的书其实蛮多的 然后商业程度 也已经变得越来越广了 所以其实你在像 东力啊什么之类的 你在他们的动漫节来讲的话 你会看到非常多的 然后就是一箱一箱的买书 你就会发现 他就是你的同类 他就是 拖着行李箱啊 通常是辅相关的朋友们 也有可能的 因为都操纵的耶 真的都操纵的 很累耶 对对对 带着走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台湾很早 就有这样的集会了 像是CWT的话 最早是在1997年 所以其实这个同仁创作 是非常欣欣向人的 那在漫画 或者是这些小说作品 只要是你出版出去的话 他一定就会受到 所谓的出版法规的影响 台湾在这件事情上面呢 他其实就会有一点点暧昧哦 那在台湾根据出版品集 录影节目带分级办法里面 他就有提到说 反以同性恋情节为主的 BL作品 全部都该归类为18禁 因为他们可能会认为 这会影响儿童 及少年的身心健康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 买一些BL作品的话 是需要出示身份证的 那这也间接会影响到 一些在探索 自我认同的青少年朋友们 就是影响到 他们本身的喜爱 对 所以你可能去Animate 或是去光南购买的时候 就必须要出示 你的身份证 跟他说 我满18岁了 我才能买这个BL作品 当然有一些店员 就会少偷懒一下 我觉得也是挺好的 就会像我以前一样 你以前也是在那些地方购买吗 我就是 每一次就是要去买的时候 我就要先看是哪一个店员 因为有一个就是大叔 他通常都会让我买 真的假的 因为大叔根本不想要管我 他只想要把他的东西销售出去吧 所以我每次都会 趁那个大叔在的时候 我就是 然后不然就是像我以前小时候 那时候我非常喜欢 因为我落福非常早嘛 在国小的时候 所以我当时也是 为了就是一本很喜欢的BL小说 然后他终于要在 国际书展的时候手卖 那那时候我还冲到国际书展 就是我小学哦 我一个人 然后冲到就是世贸那边 然后排超久的队 然后终于要买那本书的时候 因为他是18斤 拜托路人帮我结账 我懂你 我懂你 我也做过一模一样的事情 我就说 姐姐不好意思 我很想买这本书 因为就是有法规的问题 然后所以我就很想要买 然后我也我也排超久的 那可以帮我买吗 这样子 我都要哭了 因为你知道 我以前去CWT的时候 这些我们今天带来的创作 全部都写 Rspar A door only 可是那时候我才国中生 我要怎么买 可是我就好想看 我好想要看他们 就是被干的画面 我想要看他肉棒 整个外露等等的 我就说不行 拜托你帮我摆 而我其实 我是同志 然后我真的很想看这个创作 你可不可以卖给我 然后他们就说 好啦好啦 一次而已喔 然后就这样卖了 我就觉得好快乐 你小时候就这么卢小小的 我超卢小 我卢超久 卢了十分钟以上 我大概也是这样啊 就是幸好 像以前 大家都会在租书店租书 但是租书店 好像就没有管那么严 对 租书店没有在管的 对啊 我在租书店从来没有被人家阻止过 但是书店的确就有了 那你第一次就是 拿着那个实体书 去在书店里结账的时候 那个心情是什么 我那时候因为我很小 所以我其实很害怕 我被挡下来 是 因为我很摆明的 我就没有十八岁啊 那所以那时候 其实我最紧张是因为 怕他不能让我买 而不是我觉得 看BL很羞耻还是什么的 对对对对 你想要获得他的渴望 远远超过那个尺利了 对 我想要带他回家 拜托这样子 但其实你要说结账这件事情 我也是觉得有一件事情 还蛮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有一次 在成品书店的时候 然后我要结账一本 就是非常 他的封面就叫做 从里面开始 对的 然后上面 前面有一个 一根尿棒 马眼棒 对对对对 挑胶那个的棒子 然后他就舔着那个棒子 然后就是 他封面非常的露骨 然后呢 我跟你讲 我是有羞耻心的 然后我就反面 然后露出那个 要逼的那个条码 我就给他逼 本来想说 OK我这样子就可以 花五秒就可以结账完成了 说不知 我遇到一个新手 帮我结账 然后呢 刚好那个店员就在 以我为例 在帮就是新人上课 他就说 他就先翻黑成面 然后就 就说 好小离奇你要出示证件 OK 我下次几岁我可以出示证件 然后我出示完之后 我想说 你赶快把他翻过来背面 你逼完就结束了吧 然后他还说 那你下一步就要问客人说 请问你有会员吗 然后我就说 OK OK我有会员 然后他就说 那小姐 你这一次有那个七七折 什么之类的 然后他讲超久的 然后我想说 让我把他带走了 后来 反正就看了超久 然后我就帮他们教育上课 然后我就当 就是这个美界 然后我就走人 好好听的故事哦 我吓到了 我真的是乐不可知 但是可以让大家感受到 我们以前在购买 这件事情上的时候 会有一些些 辛苦的地方啦 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情的设计 Well I just don't get it 你说什么设计 就是如果说 因为如果是肉的为主的 可能 好啦 maybe你挡一下是八斤 我觉得maybe可以接受 可是有时候有些清水创作 也要被挡的时候 就只有牵手 对 你牵手 要挡什么 十八斤 这个也要挡吗 我觉得这件事情 在你们妇女圈 你们怎么样看待 这样的政策呢 我也是会觉得 莫名其妙 因为 因为其实我们购买的 数量非常的多 然后我自己 什么样的类型 都会看嘛 所以我自己 也会觉得说 这个分级已经是 就有点像是我那时候 YouTube 有一阵子被针对 就是只要是 必有的议题 我明明就是里面 我并没有放裸露的照片 还是什么的 然后居然被黄标 那这就是对我来讲 我会觉得 很莫名其妙 你们的一准点 到底是什么 那我当然会很confused 就是觉得说 那你们没有一个 明确的尺度跟政策 没有一把尺出来的话 那你怎么能界定说 他到底是15家 还是13家 还是 18家 你好像没有家 那你就直接 全部一律都是18家 只要他是必有 因为我们以前 也会看那种少女漫画 不是吗 但是少女漫画 不管那个 就是胸 整个都裸露出来 他都还是 可以只是 可能15家 或是什么的 我们都觉得 为什么 就是莫名其妙 而且他们都不用上一些 莫名其妙的马赛克 对 他也不会 就是女生的胸部 也不会被挡 白条 也不会 我其实觉得 这件事情很怪的是 他们都要求 说像 别有创作里面 如果有性器官的 可能就要上一些 马赛克 圣光 圣光 或是我们今天聊到的 白条 对 那些东西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 非常不尊重 创作的一件法规 因为如果说 你说设计成分级制度 就能保障这件事情的话 那可以 但是你其实设计的分级制度 还要我们这么做 那就很怪 就是规范 我觉得这个规范是 有点不大符合 现在的人 应该是说 我觉得那你都已经规范了 那还要 还要做这件事情 对 文化部的朋友们 听到没有 这边要修正 修正 今天在节目中 我们作为了全台唯一的 同志广播节目 跟大家呼吁这件事情 拜托修正 拜托修正 那其实刚刚提到 清水帆嘛 清水其实就是 BL圈里面 算是 也有很多人喜欢的 但不是我跟 Andy的Big Friends的 一个创作题材 我也是有在看清水帆 Are you 我们请 我们的社长 跟我们分享一下 哪些清水帆 是值得被大家认识的 好不好 推荐大家去看那个 被擦掉的初脸 我知道 我看到这部 Neprissy有把它变成真人版的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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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 它有真人版 然后它是 从漫画改编的 而且它是 在日本是归类在 少女漫画当中 对然后 然后很多人就发现说 他怎么是 有在讲那个 BL的部分 那它在日本的分级 因为它是分级在 少女漫画 所以它就完全不是 十八景 它就是完全是 很青涩的 就是校园生活的那种 同性的情侣 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 这个事情 它是创作很有趣的地方是 它的真人版 我有看到 大概第八到第九集 对对对对 然后我觉得 它完完全全 将校园里面的那种 初恋感 你觉得心里 就是整个 扑通扑通 跳得不行 觉得说天哪 哈梦签了吗 哈梦签了吗 对 你就高潮了 你很容易高潮 我就在那边 我那时候 跟艾美对方一起看 我就跟他一起高潮 但我们两个完全没有做任何事 就结束了 就姨母的嗨点 对对对 然后就被你姐妹偷了 对对 就在也没联络 好难过 选出题材了啦 我清水的话 除了被擦掉初恋 我还要介绍 Given 贝正宇的未来 那它这部是我喜欢到 我当时他来台湾 他甚至有电影 就是剧场版 而且也有代理到台湾 所以那时候 我替他办了一个电影包场 这样子 这个是在讲一个青春 然后并且是四人 然后成为一个乐团 他们四人就是成为两对CP 讲了蛮多虐心的过程 包含就是跟前男友 然后有一个男生 他的前男友是 自杀死掉的这样子 所以他如何走出来 然后再迎接下一段新的恋情 那这是第一个探讨的点 那第二对探讨的点是 他有一个就是怎么样分 就是分了又合 合了又分的那种前男友 对 然后就是维持炮友的关系 那他们怎么样就是摆脱 就是你还爱着对方 但是其实你的个性 已经走不下去了 你喜欢他 可是你可能在生活间 然后梦想间 你还是要放弃对方 然后后来最后才决定 接受原本一直喜欢着自己的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难得 因为很少青水般可以 把这么细节的 细腻的感情议题 对因为他其实有点跟 现在的人的人性有点像 因为其实很多人就是 比如说 就明明就已经没有爱情了 但是又离不开对方 然后就又分分合合 然后身体又纠缠 那种感觉 那我觉得他做得很好 很多同志朋友们很像 但还不同志吗 大家 而且他是清水翻 对啊 他是清水的动画 处理议题处理得这么好 又是清水翻 然后还跟同志的生活 有一点点connection 大家还不看起来 Given还有动画版 他有漫画 有动画 然后他也有真人 所以他算是在日本的 算是还蛮大的IP 因为他运用程度很广 推荐给大家 我觉得刚刚聊了那么多 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 请Niki来问我们一些问题 因为Niki是妇女身份嘛 那妇女怎么样看待 男同志的世界 那我们男同志的世界 又怎么看待妇女 我觉得这刚好是一个 很有趣的讨论点 因为毕竟刚刚聊那么多 我们都会尽量的去让BL 跟同志生活 有些connection 那到底他们妇女 怎么样看待我们男同志的世界 而我们又怎么看待 妇女世界 我觉得今天我们来做这个 challenge好不好 首先请你来问我们 第一个问题 就是对于男同志 有什么样好奇的 由我们来为你解答一下 你说男同志有什么好奇 对因为你看了那么多BL的创作 那BL的创作 跟男同志的世界 还是稍微有些不一样 对 有些一样地方 有些不一样地方 那我们来探讨不一样的地方 我最近才跟 不知道有在fit的一支影片 然后就是当BL的情节 发生在现实生活的时候 是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那我们其中其实就有 譬如说小兽会被操色 这是可以讲的吗 就是譬如说 我们公寿是分明的 第一是公寿分明这件事情 我当然理智来讲 我当然知道 因为我身边很多同志朋友 但是很多就是妇女朋友 或是很宫寿不可逆 就是他已经确定 就是譬如说他看到 他有护工情节 就是修干 对对对对 然后有些人就是因为 护工是他们的雷点 因为他不接受 突然之间他突然被干 这样子 对 他属性难以切换过来 对 他会有一个投射的影子 因为其实我们的 辅女世界的宫跟寿 还要搭配个个性上的属性调整 例如就是 中犬宫 或者是 傲娇兽 女王宫等等的 所以你知道这时候 突然有点切换 他会有点难以理解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真实世界的样态 比较多 当然也有分 纯一纯零 但就是 他还是有很大一宗 是不分的存在 对对对对 我跟你讲 为什么会有一堆 不分的存在 这个就很偏激 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偏激的小偏激 好我要赶快迎来 敌克偏激的言论 在此只代表 敌克的言论 不代表 敌克偏激的言论 我观察到就是 因为像我们在政大读书 对 政大就是 一池零号 你不要 你就是讲你自己 你不要 你现在用假白语词 你现在用正大 你就是萧民风 我本人好不好 你知道 找不到一号来干我 在这个遍地 就是遍地开花 都是零号的世界 对 而我只能去选择当一 然后干别人 然后后面就变 其实我也可以干人 你就变成不分了 是这样被启发的 忍痛当一 忍痛当一 伴累当一 因为我是喜欢被干的 没有 是说好要轮流这样子 你是为了要下一次被干 然后才先干别人这样 也没有 只是当下想要射出来 然后想要透过 做爱的形式射出来 然后找到一个人 然后发现 他只能当零号 好吧 勉强当个一 然后就开始了 我的一号之路 但我本人还是强调 就是我非常享受 喜爱被干 OK 好 所以是零点三 零点 有懂哦 有懂 有懂这个小数点哦 没有零点三 有懂 有懂 我跟妳讲 我真的没有那个 好吗 可是我觉得他刚提到 另外一个 福女的观察 我觉得很有趣 他就是说 瘦通常都超色 那我们就一想到说 好像很常当死鱼 没有没有 他说我超色 只被干涉的一次 对对对对对 就是 不刺激男生的前面 然后就直接靠里面 圈圈擦擦 然后就是射 毕业楼世界里面 瘦都好容易被干涉 非常敏感 非常容易就是 你好敏感哦 好羡慕哦 超羡慕的 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为我跟妳讲 杨伟通常都不能出现在 毕丘的世界当中 然后跟就是尺寸小啊 然后或是不够会做爱 都不能出现在毕丘的 现在还是有啦 就像那个民谣不飞啊 对对对对 但是他 我跟妳讲 他只是前面印不起来 后来就印起来了 因为他如果一直以来都不印的话 那没有人要看 所以我们可以同等住 毕丘的圈 对同志杰的一些委会 第一个就是 大家都大屌 很容易被干涉 很容易被干涉 没有可是 这个应该是说 我们喜欢看 但我知道跟 现实生活都应该是不一样 好可惜哦 如果现实生活都大屌 那该有多好 很赞耶 对不对 很赞 而且有时候 有一些零号敏感的时候 他被干部 一定是会射出来 他有时候会尿出来 哦 你知道 干性高潮吗 这什么呢 你们啊 这就是一个误区了 什么叫干性高潮 像我们的福圈 或是我自己很常听到 就是叫干性高潮 这是很多人 因为我自己也蛮喜欢的 就是他前面没有射 但是其实他 他有高潮到 但是他就是 射不出来 对就是 你等于说你射的 就是有议题 他就是精软 然后他觉得很嗨 然后但是 他生理上是没有射 前列线啊 他射出来 只剩前列线了啦 对对对对 有点像是 就是控射 大概到你被控四五六次之后 就只剩前列线 因为你在控射的过程中 你会就是不断的射 射射射射射射到后面 你就只剩虚发的 然后就射出来 就发现一点点白色流水流出来 就没了 然后就是你会感到说 我射不出来 我射不出来 那就是射 对对对 就有点微像射 但不是射 它是有点像是 前列线意的那种感觉 就是有办法发生 只是要花一点心思 没办法纯粹靠 完全的性爱 就达到这件事情 他想说完全没有想起 你要透过控射 才有办法做到这件事 我好不想听你控射的细节 我们就是分享一个 健康的知识 我把自己当作一个 就是discovery频道 在体验这样 就生个教材 对对对 那我有问题想要问你 因为像我们 都会好奇说 就是公寿刚刚提到说 很多人是不可逆了吧 可是我觉得 毕业有事件里面 很常会出现一种就是 那种寿真是阴柔到 就是很像外面 主流社会 对于女生的刻板印象 你懂我表达吗 太女的寿 太阴柔到 我心里想说 What the fuck 就是你没有这么脆弱 你没有这么的可怜 你没有这么的孤苦无依 然后看到就觉得 好反感 就是我不想要呈现 那样的感觉 你会反感 这样的创作题材吗 这是很主观的 那有人非常喜欢 但我刚好是很不喜欢 因为我就喜欢强强 然后 强什么 你喜欢什么 强强就是强 就是强势跟强 对两个都很强势的 对那就是 你可能在外表 或是个性上 他们都很独当一面 非常厉害的 那所以我会很欣赏 另外一半被折服的 那种感觉 跟过程 我会觉得很有趣 你有看到他的挑眉吗 有 他会想征服你 完全是总工的一个 好害怕 专服哦 第二根指节哦 好惊人哦 对啊 所以我个人是喜欢那种 然后我也有看过那种 就是眼睛超大的 可能就是洋娃娃的那种 BL也是有的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 青菜萝卜各有所好 那你自己观察 那个主流的BL圈呢 因为其实最近观察到 好像BL盘盘 最近没有那种 就是比较偏 阴柔瘦的诞生 比较少哦 因为以上榜的一些作品来讲的话 其实基本上 已经比较不会有那样子 你说他真的外表上面 就是很像是女孩子那种感觉 少好多哦 基本上已经很多年不见了 我觉得 他现在好像会自立一个条例 就是叫伪娘区 他伪娘区其实是 另外一个议题 他就是有些男生很喜欢 他就是穿女装 然后可是通常哦 我现在目前看到很多 伪娘的作品 就是现在目前在BL 然后有上榜的作品 都是伪娘公 就是他穿女装 然后干别人 是女王公 是女王公 对他喜欢 但是那只是外表 但是他就是想要 他其实 追求一个更加的反差 yes 而且重点是他干的 通常都是那种就是 中选兽 很快很大只 或是那种短发的 就是那种 刺刺的 然后皮肤有黑 然后感觉是不良少年 但是其实他超级 就是需要人家照顾 黑子篮球里面的清风之类的 对 或者是火神 好害怕 他现在要找作品了 他要找作品了 我们好害怕 现在要在找 就是月与太阳 好崭新的类别哦 好崭新的类别 但是是不是有点想看 大家请去搜寻 月与太阳 这个这个 对对对 对 它就是大姐 大姐宫 很多这种大姐宫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类别耶 好优秀哦 对 这是一个长发 然后很阴柔的宫 对 它就是大姐啊 它就是对 好赞哦 推订给大家 很赞 他都会化妆 然后化完妆 然后就干别人 我觉得其实这样很好 这种性别的流动 跟意识应该要有 就是并不是说 阴柔的人 就只能当瘦 他只是一个喜好 他喜欢穿女装 但不代表 就是他想要 被干 so true so true 对对对对 毕业楼的世界 大家要认识耶 比我们同志圈 丰富太多了 真的 因为脑洞 我跟你讲 真的太多了 因为你知道 有时候同志圈 就会呈现出一种 就是 我就猛一啊 我就猛一爱干人啊 然后那种拽样啊 拽个二五八万 不知道拽三小的 我就觉得很不爽 看他拽一叽叽歪歪的吵 你在说我们的来宾吗 然后我在说 以前的某一个 很色的podcast 然后现在也不红的那一句 你们在说你们之前 一些敬敌 你自己注意哦 还好 我们这个言论 放在节目很后面 他们踢不完 对对对 大家可能会不小心掠过 掠过了掠过了 好 下一题 我好奇的啦 因为 像我在看这类的创作 就是肉番的时候 我是把自己 假想成那个兽 然后想上成 自己在被他干 然后我自己感觉到兴奋 然后甚至会有点 生理反应 对 就像刚刚我在看那个 就是我们 Niki推荐的这本 就是视线不污的时候 我就勃起了 真的假的 就在我倒水的时候 在我倒水的时候 然后我就想说 那你自己在看这个时候 你的感官是怎么样 被刺激的 你自己会获得什么样的反应 然后你为什么会喜欢 这么大尺度的 然后你自己获得了什么 我就是好奇一件事情 获得了什么 获得幻之变印这样子 其实这个答案蛮厉害的 就是你们兴奋的时候 都会怎样 咬手指 滚窗单 我不知道 尖叫 不会吧 要看每个人不一样吧 那你是怎样 我跟你讲 女生就是因为没有屌 所以只能夹腿吧 好 detail 我跟你讲 他也要问我 换我害羞的气来 你刚刚那个 咬手指尖叫 想说是什么东西 咬手指跟尖叫 那是因为姨母 就是天啊 他们好甜蜜 什么就是 So sweet 是偏可爱的 但是如果真的是 在趴的时候呢 你当然就是会 你在害羞的时候 对 yes 那你这样子在找 就是 你笑成这样 他完全不能停止 因为你在 你在我对面是不是 对 他想到他 换只在 堵到他屁眼里 对 那你这样子 在找另一半的时候 就是会想说 你自己要 就是开发后面的这种 蛮困难的 因为他们都没有 让我试过 我是也没有 我是也没有 问他们要不要啦 但是 你会想开发吗 你会对自己的 另一半 有这样的幻想吗 我觉得要看 有几任是想 但是没有成功这样 你的二次元 喜欢的兽的长相 或外形的想象 会去 对比说 你在找另一半的 那个筛选机制吗 完全不会耶 因为我觉得 那我在那一辈子 就是当尼姑啦 不然你可以去找一些 欧美系的啊 欧美系的话 很白皙耶 对对对 白皙金发 但是听说就是 鸟是长但是软啊 真的吗 wrong 有看 这个这个谬论 就是因为我没有 吃过外国的 因为我跟你讲 我吃过一些外国的 他们大部分的 那个鸟的尺寸 跟他的硬度呢 是看人的 所以他如果够兴奋 他其实也会很硬 但他也不会说真的硬到说 是软的 因为他们大概硬的长度 大概就是18到20 这个区间 很赞 老实说台湾的人 同性也有遇到这样的大小 所以其实这件事情 是男生硬得起来 冲血程度 可以达到的位置的 为什么你都可以 讲得很武断的感觉 真的啦 当然如果说 我遇到一些黑人 那真的有些 真的是有点软 因为可能太长 就是没有到那么硬 他的血 无法输送到顶端 也有可能是 我不够让他硬 那就是见仁见词 也值得讨论啦 但就是他有一些 不可靠的因素 我们就不在这边多说了 突然嘴软 对 我们刚刚聊那么多肉类的 我觉得最后 可以聊到一些 比较感性类的 因为我觉得 毕业有创作 最棒的地方是 它其实是可以 影响一个人的价值观 跟对于爱情的想象的 我们这一段 就要来到一些精神层次了 对对对 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个作品 但我忘记他的名字 就是他是一个 他脸上有伤的一个男生 他从小就是一个 很乐于助人的人 然后他曾经帮助了男主角 就男主角B 就龚 然后男主角龚就很喜欢他 他们后来分开一阵子 到高中的时候 遇到了彼此 然后龚就遇到了他 就觉得说 我一定要跟他 变成很好的关系 我一定要成为他的另一半 不断地去靠近那个 其实现在大家觉得 外表上已经不好看的男生 所以当一群女生 蜂拥到去喜欢 那个男主角B的时候 B却一直追着A 好熟哦 对对 那他其实就是很清水 没有任何的性爱 可是那时候 这件事情已经影响我很深 就是因为 我也好想找到一个 像男主角B这样子 一直追在我后面的男人 对 那种对于爱情的想象 我完全在BL中实现 让我觉得说 我应该要找到一个 会爱我的人 天哪 直接走得好走心 我真的是看到那时候 天哪 我就想哭 因为我就觉得 天哪太棒了 就是爱情应该是要 不分外表 它应该是要喜欢我的心 然后外表顺便也喜欢上的 这种状态 好柏拉图哦 真的 笑谈笑 你凭什么在这里 给我一个这么纯爱的节目 但是我啦 那我好奇Nikki呢 哪一个比我作品 影响到你很深 OK 我今天有带他来 那它是一本小说 那它就是叫陈舟 我其实在我的频道上面 介绍过非常多次他 那他篇幅非常非常的长 他前半段都在写 他们两个人是敌对的 应该是说 像刚刚你分享的到 就是说 你会想要投射到 你希望对方 他只是喜欢你 而不是说 怎么样的 你的那种感觉 他影响我很深 是因为他前面 有非常大量的篇幅 去描写书 他们两个人是 非常独立 而且非常强势的个体 就像我喜欢的那种 强强的设定 是一样的 但是呢 在后面的时候 你会发现 其实小兽 他是有一个精神疾病的 他是有思觉 就是失调症 所以他有幻觉 他其实是会伤害自己 然后他也会 有点恐怖情的 他没有办法接受 这个男生 可能会出去外面 什么 就是离开对方 还什么的 所以我一直认为 小宫他是一个 非常利益主义者的 因为在这个人物的 刻画上面来讲的话 他有特别把他 营造出 像他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那所以 这个心里有问题的 状况下的话 大家都认为 宫应该会抛弃他 是 但是实际上 宫他却选择了 因为只有他是 没有办法可控的 因为每一个人 在他眼里都是一样的 就是非常好控制啊 非常的容易被他猜到 但是只有他 就是弯弯圈圈的 在他意料之外 那在这样子的过程中 他还是愿意选择他 然后并且陪他 走出来这个疾病 然后到最后 他们就是很好地在一起 那我就觉得 他影响我很大 是打破了我很多思维 是他可能分开 他们两个都是 很强势的独立 就是分开为王 但是合者的时候 就是称霸天下的感觉 我希望我自己爱情观是 他也要跟我一样 非常的独立 然后非常的就是 可以独当一面 然后在他的领域上面 也非常有成就 那我觉得 我可以管好我自己 然后你也不要管我 但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又非常的快乐 很难啦 然后最后他就会跑走了 因为我都不管他 然后他就会跟别人 就是打炮了 通常都会这样 换个角度想 我们至少在 比尔的世界里面 找到自己心中 最浪漫的那种爱情 对 应该说就是在阅读 这些比尔的作品当中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去 在各种不同类别里面 去尝试看看说 你自己喜欢的 恋爱的样子是怎么样 因为我们不可能一次 就是谈那么多场恋爱 可是其实我们可以在 比尔的世界里面 去知道说 其实我适合怎样的情节 适合怎样个性的人 适合怎样的情景底下被爱 或者甚至说 我即使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我也可以去过得很好 那你刚刚讲的那部作品 叫做陈舟 就是破釜陈舟的两字陈舟 那其实他也就在里面 找到了他 自己很重要的爱情的价值观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 喜欢看比尔的原因 每一段关系都可以在 BL的世界里面找到一个出口 休息一下 再回到我们节目现场 来聊到的是 三次元的BL创作 五分钟带你认识 台湾BLG的崛起 早期台湾的影视剧文化 除了刻画比较真实的 同性爱情观以外 《传爱》系列的剧本 大多是以异性恋的角度出发 都是早就套好公式的偶像剧 有人指出不想要再看到 无脑的傻白甜女主角 也因此台湾的偶像剧发展到后期 有乐曲无力的状况 但是2016年 在中国播出的BLG上瘾 却大受好评 收获许多粉丝 以让台湾的制作公司 开始思考拍摄BLG的可能性 参考以往电视台 以擦边球的处理 同性爱的爱情 例如《终极一般》、《两个爸爸》 到《爱上哥们》 这些作品也在网路上面 有许多粉丝 甚至有更多的同仁创作 自2017年开始 ChocoTV开拍History系列 找来了本身就是扶女的编剧 和导演团队 在LINE上搭建了一个 小型BL智囊团 选角方面则是找来一票 有潜力的新演员 不主打华丽场面 而是靠着精准TA创造许多佳机 而且外销许多海外国家 而History系列的成功 也奠定了现在百花齐放的 同性爱剧本创作 如今BL俨然已经跃上主流 让更多人入坑 感受BL世界的博大精深 那我想要问一下Nikki 就是因为你看 三次元创作 像我们是二次元入坑的嘛 然后我听闻你之前 也是比较不能接受 三次元创作的 所以当你后面看到 真的有三次元创作出来 然后你自己也开始 刻三次元的CP的时候 你觉得是哪些元素 让你觉得说 天哪这东西真的是好 值得被大家买单的 就他们这些剧组 如果在拍摄三次元的时候 他们应该要注意一些 什么样的细节 才会真的符合了解 我们扶女圈的文化 首先我觉得 这个很难去概括 但是如果以我来讲的话 我觉得就是 第一就是不能买盐 你们不知道这个梗 不能什么 不能去买盐 它就是出自于History 3 这个系列 就是那一天的这个作品当中 小兽跟小公 他们是在青春校园的时候 认识的 那小兽是一个 非常刻苦的优等生 然后他是靠奖学金 就是在过生活的 然后他是一个孤儿 就是爸妈都走掉了 然后小公他是属于 就是屁孩 然后家里很有钱 然后他就是 喜欢恶作剧啊等等 反正他们两个人 就是从不打不相识 然后就是喜欢上对方的时候 突然之间 就是大家都想说 考上同一所大学 然后两个人 可以好好的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呢 因为他们是20集的戏剧 然后在18集的时候呢 突然之间那个男的就说 他们要同居了嘛 一起去生活 然后爸妈妈也要 来这边吃东西 然后小时候就说 OK那我去买个盐吧 然后他就被车祸 然后就撞死了 好烂喔 然后突然之间 你压18集 然后就 好好喔 好棒喔 他们终于在一起 然后还同居了 然后就突然之间 然后他就走掉了 好烂喔 我知道 我知道那一天 很昌醋的结局 但我不知道原来 他已经变成一种梗了 你知道吗 他已经变成一个世俗的 就是我们大概都会知道 就说不要去买盐 买盐 就是剧情在一个 奇怪的地方 急转直下 然后被撞死 我觉得你要说 你要说 他们爱得很深刻 要懂得 就是要珍惜每一天 我觉得 你可以不用用这种方式 去 就是硬逼大家 去珍惜每一天 好笑喔 而且他是突然说 我买个盐 然后就死掉了 你不能 你不能这么硬 为我吃盐吧 这样我会抗拒 对对对 第一个来讲的话 我觉得 当然是你可以去探讨一些课题 但是他不会是你整个很重要的诅咒 然后再来就是不要老梗 什么壁咚啊 然后什么跌倒 然后他就会抱住他 然后就是 就是 欸 小心 然后 不要在那种偶像剧的 就是登场 或偶像剧的新闻 然后我很难过出去 又淋雨这样子 但是这个 我觉得很见仁见仁 其实这个很主观 是我自己个人很不爱 那我也会蛮好奇的是 因为其实BL的漫画里面 最常出现就是可能 爱得很突然 就那个情绪转折 比较急促一点点的 对 所以我很好奇 当他们将这种东西 带进三次元的时候 你自己能接受吗 因为我觉得在二次元观看 跟三次元观看这件事 其实是有落差的 嗯 不得不说就是落差很大 但是我可以理解 因为我们都 就是出社会 我们可以理解 就是剧就是有 譬如说成本的考量 然后剧组预算的考量 那他们集数上面的 创作来讲的话 如果他们没有预算 可以少这么长的话 那当然你会觉得 在八集当中 这个人突然要恋爱 当然一定会比较突然嘛 对 但二次元来讲的话 因为他譬如说小说 他可以写三四本 那我们就会觉得 循序渐渐的了解到对方 为什么会喜欢上彼此 这样子 所以剧 喘则很突然喔 也是有 但是要看这个导演 处理的好不好 我觉得是有这种状况的 然后我也会觉得 很不喜欢 我觉得可以推荐 你们去看那个History 2 越界 是非 你喜欢越界吗 越界是排球系列啦 我喜欢是非啦 我喜欢是非 因为是非有点在LGBT的议题下 因为他们那时候刚好是同婚才刚过 然后后来的结局是 这样有点爆雷啊 就是最后结局是他们有 就是有带婚戒 有点象征那样的依偎 象征他们两个人结婚 然后他们有一个小朋友 这样子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 那个是我现在目前为止 台剧来讲是最喜欢的 因为我觉得他在八集的篇幅当中 青龙导演把他塑造的很完美 越界化则是校园的初恋题材 然后用排球这个元素 我觉得他把排球元素用得非常好 而且他还有骨科呢 哥哥跟弟弟 很厉害 很让人喜欢 而且演员是范绍勋跟卢彦泽 我就觉得这两个人搭起来 画面好好看哦 真的 是姨母的那个角度 对 我是姨母型的观看这个越界的部分 但是非呢 我也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补这个作品 那因为刚刚提到的就是LGBTQ的文化嘛 就是在BL创作里面 他有提到说婚姻平权的结合这样子 其实我蛮好奇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安迪会不会也很好奇 就关于说就是将真实的同志情感 带入到BL创作里头这件事 因为我知道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 这样太真实太写实到 他可能有一点点难以接受 我觉得现在应该是BL的这种作品 跟现实的探讨比较深层同志议题的 影视作品的疆界越来越模糊了 因为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就是社会风气的改变 大家也会知道说 这个世界的样貌是很多变的 或是有些很多妇女朋友 可能也会自己知道说 这些漫画可能是比较以前的 或是不符合现实现况的 那他们在阅读 或是在这种讨论的风气的过程当中 就会蔓延到 就是真人的影视作品来这样子 我觉得就是妇女这个文化 是必有这一圈 他们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封闭 对 他其实大家会在各个领域上面去做讨论 那也是有这样这么大的一个受众的影响 所以才会在现在的 不管是台剧啊 泰剧啊 或是日剧啊 都有这么多BL剧的真实的同志影剧出现 这样子 OK 所以我很好奇 你以这样的创作带入到BL创作里面 对你而言会不会影响到 你对于这些角色的喜爱 会想到哇 太真实的情感了 让你觉得说好像少了那点原本BL的尘爱元素这样子 一定会有影响耶 像是刚刚有讲的 有些人他只看二次元 那有些人是三次元可以吃 但是不可以太真实 那有些是他真的完全就是OK 我觉得这也是要见人见吃 但是我个人是觉得 可以一些议题的探讨 但是你可能没有办法 现在立刻把BL全部都 每一个元素都跟LGBTQ一起结合 我觉得还是要有尺度上面的拿捏 我觉得可能会比较恰当一点 毕竟BL其实还是一开始是根源自辅圈的东西 所以当然还是希望说能先满足到辅圈的观众朋友们 让他们知道说他们想看都在这 然后在偷渡或者是在包装其他的议题 可能会让这个故事变得更厚一点点 我觉得有点像是以这样的方式去做推荐跟推广 像猪耳美食我觉得包装的还蛮好的 我觉得现在其实很多BLG 它都会融入几个元素在里面 但比例都是有拿捏过的 像我记得有一部也是有变成真人版的 是那个日本的然后是讲述两个人从高中变老的一个故事 你记得吗 我们live线上的我们 对对对对 live线上我们就是它其实有带到一点老年同志的议题 然后又带到了说同志生活可能会有一些不确定性 因为在日本他们还没办法结婚嘛 所以没办法结婚就带着不确定 这段情感关系不知道怎么走 所以变成说这个东西它有了一些同志真实生活的厚度 但其实还是以纯爱为主的 对所以我觉得都很乐见于不同的BL的剧去诞生 那我觉得因为诞生了 然后可能有更多的曝光度 那有更多人愿意去再做这类型的创作 这是大概是我们乐见说成的一件事情 那这么多的好的剧就要有好的演员啦 演员的话 颜值 我想说在演技上我们需要就是建议的 并我们三个都有访问过BL演员嘛 但我觉得BL剧真的很重要了 很重要颜值 颜值 这个很重要 我真的不会因为我自己也是颜狗 颜狗也是一个学术圈的用词 对对对 你们听得懂吗 我懂我懂 但是听众朋友可能不懂 就是颜值的走狗 对对对 就是有点就是甜言 我觉得因为剧啊跟漫画 它都是很主观 就是图像传达的 像小说你当然可以 就是自己想象 脑补它是什么样子 但是剧它就是摆在你的面前啊 你要怎么说 就是它如果很丑的话 你也看下去 这样会不会太直接 那我问你 我问你身材会影响你的判断吗 因为颜值跟身材是两件事情啊 但是我个人超级不喜欢那种 全身muscle到很夸张的那种类型的状 女生欣赏的肌肉跟男同志欣赏的肌肉 舞女圈它其实也很关注同志社群 它刚才跟我们分享的那个 真的可以讲吗 第一卡的爆料文好精彩哦 哈哈哈哈 我当然有去划那个 划流言区 划流言区 还看是谁 我想说它不是以前就是小三吗 哈哈哈哈 我知道同志那些情侣们 有些私底下也很淫乱哦 哈哈哈哈 就这样 那淫乱其实是我说的啦 但它有说 它有说有耳闻 有耳闻 然后好听 我有耳闻到 然后有看到就是 可以 对 几个讨论帖啦 那你觉得有哪一对照片上呈现是 符合你心中对于BL的想象的 坦白讲我不会去那个 可是我会帮别人凑配对 嗯 那你喜欢凑谁跟谁 譬如说我就一直号称 我自己是阿滴跟黄大千的 粉丝会后援会的会长 然后旁边志祺七七他就白眼我 然后因为有些人吃他的三角 就说因为阿滴跟志姐很好 然后我觉得就是脑洞啦 我觉得我不是 那阿滴是公还是瘦 阿滴是公啊 阿滴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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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滴很喜欢当瘦欸 阿滴可以当瘦是没有错 但是跟大清要公 Yes 那披托哥哥呢 披托哥哥应该很多人的天菜吧 不 还好还好 真的吗 太壮太壮 可是因为 披托哥哥可以当零号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客得下去 位置摆错而已 客得下去了 客得下去了 OK 阿滴也超爱他的 阿滴如果干披托哥哥可以看 这一段真的播出去没有问题吗 take他 take他 没有没有 他戒掉 你自己讲的 他戒掉吗 他戒掉吗 没有啦 但是他知道我是后援会的会长 了解 我自称自己是这样子 我跟你讲之后如果我们真的开影像节目 我们就把网红的照片给你看 然后你告诉我说这过不过关 OK啊可以啊 很棒 我们来做这个 我们来做这个 请大家拭目以待 好危险哦 然后如果对于别有剧演员 我们就只有一个建议要跟你讲 颜值要顾好 就这样 谢谢大家 谢谢 太肤浅了 我再补问一个就好 你有看客栈你心底的名字吗 有啊 那你对于后面王世贤跟戴力人出来 你自己的想法是什么 可能是因为很突然 然后又篇幅又很短 他就是感觉好像是为了收尾 然后突然自己 如果强一点的话感觉会更好 因为我就会更习惯于他们可能做出来的氛围感吧 因为在前半段都是他们用另外一个样貌去呈现 你突然之间要跟我讲说 他们是的话我会有点吓到 我觉得最吓到的是那个 就是在公园的时候 他被大叔打 哦 他打大叔了 是他打大叔 对对对 他看很多次 我有点忘记了 他被大叔打手枪 他打了大叔巴掌 哦对啊 那个就很真实的一些同志的历史故事啦 因为我们以前可能在一些公园出道的时候 会被一些前辈们带着走这样子 但是因为当我看的时候 我会突然觉得 诶怎么安排这个桥段 然后让我有点shock这样子 没关系我能理解 毕竟导演一直声称他们是同志的电影 他们就没有把他跟比尔元素做结合 但我内心觉得他们有点比尔的气质 就是现在的作品就是会有这种界限比较暧昧 我应该要说 没有啦 就是乱讲的 你真的很法挂 姐妹 姐妹 大家管麦说 好 今天谢谢Nikki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精彩的比尔故事 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接下来有什么规划呢 因为大家可能会很好奇说 那辅社长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创作 都是我们很值得观望跟期待的 OK 那今年我自己在频道上面 以前都是做一些二次元之类的 那其实在今年的话 我会比较大量的增加一些 关于像三次元的一些访谈 然后不管是小说或者创作者也好的一些就是专访 然后或是说像是我们的演员们 然后别有剧的演员们的一些访谈等等的 就是我觉得会跟台湾的创作做很多的结合 那也可以把更多好的作品就是呈现给大家 我觉得可以透过我的频道 我觉得我是一个桥梁吧 可以带更多好的比尔作品 以我的方式 然后去给大家做呈现 我觉得是很开心的事情 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我的频道找我玩 然后或是想要推坑我什么东西的话 欢迎一起 就是不止我推坑你们啦 你们也可以就是推坑我有什么样好的作品的话 对 我已收获许多 那还有很多就是刚那些书 像我们现在有开那个电商的平台 因为其实像很多亚洲国家 他们是没有办法买到必有的作品的 那其实像台湾 我觉得图书出版就是已经算是很很OK了 就是可以去发展很多 跟出版很多真的别人不能出版的书 我这边很多是国外的粉丝在我这边买书 因为他们那边没有办法取得 像马来西亚新加坡等等的 他们甚至宗教的一些因素 他们是更排斥必有的 但是他们还是很希望就是可以买到这些书 台湾真的成为很大宗的同志文化输出国 我们真的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情 然后跟我们马来西亚朋友们互动 对真的开心 你好棒哦 我们这边就没做什么事 没有不会不会 我觉得你们的频道也是可以让BL跟更多 就是像这样子的议题去做结合 我觉得也是很棒的事情 因为我那天也是跟就是几个同志的情侣们 就是在聊说 我觉得未来可以增加一些这样子的合作 我觉得这样子 不管是在BL圈还是在LGBT 他们圈子来讲的话 大家也会更了解彼此 那也请大家记得到各大Pocket平台 订阅加坡人之后 跟我们的IG 给你跟安迪的 WSJ0309 那我个人是FONG199517 请大家记得 每周五的下午五点 每周六晚上六点 锁定轻松电台 FM9699 加坡人之后 我是迪克 我是安迪 我是Niki 大家拜拜 拜拜 今天BL文化的课程结束了 那让迪克小助教来说一下今天的课堂回顾 BL文化之于同志社群是个很特别的存在 BL的题材聚焦在两个男性的恋情 但他受众却以女性居多 在过去 BL作品的恋人配对 大多是极度阳刚的功 与极度阴柔的瘦 这种复制异性恋想象的设定 常让人诟病不贴近真实同志生活 但随着时代推移 BL作品题材已经发展成非常多元的样貌 而BL受众乐曲庞大 使得网络剧 电影也大量出现了BL风格的主题 今天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Niki 和我们分享最新的BL资讯 也像我们介绍了许多专业术语 考考大家 还记得什么是骨科吗 什么是幼迅染呢 忘记的话 赶快回去再听一次哦 那聊了这么多 你自己第一部看的BL是什么呢 你此生有最喜欢的BL作品吗 欢迎听众朋友们 跟我们多多分享哦 那我们今天就先下课了 拜拜 带你认识同志的大小是